古神星一号海射型摇二运载火箭 29号下午在山东附近海域 采用一箭四星的方式 成功发射了天启星座25星至28星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飞行实验人物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古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这次发射的火箭是在古神星一号的基础上 为了满足海上发射条件而适应性改进的产品 为四级固体商业运载火箭 具有灵活性强 任务适应性好 发射经济性优等特点 可以满足各种轨道有效载荷发射需求 为各类中低轨小卫星提供优质价廉的发射任务 而这次入轨的天启星座25星至28星 为天启星座的组网星 建成之后可以满足海量数据广域采集需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